我们都说中国电影需要好莱坞加持 好莱坞电影也需要广大的中国市场 就是看好中美合资电影商机无限 中国最大视频网站业者在洛杉矶宣布了 将与好莱坞合作 未来要陆续推出13部电影 连中国电影大导演张艺谋都来站台了 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总导演张艺谋 特地大老远来到好莱坞 与多位电影公司高层相见欢 要支持这项中美合作的新计划 而乐视影业CEO张钊 亲自用流利的英文与视频 讲解乐视的生态模式 他还野心勃勃地宣布 与好莱坞合拍的13部影片 借此大力宣传中国文化 这种中国文化的美 视觉的美 其实在国际的这个 这个电影的市场上 还很少被讲述 这个是我们的任务 所以这个就是中国电影产业的 全球化的根本的目的 而作为乐视影业股东之一的张艺谋 也借此宣布 2016年将推出有史以来最大最贵的中美合拍片 长城 不仅投资超过1.5亿美元 演员阵容也是汇集了中美两地的大腕 张艺谈言这次的合作富有挑战 我们说中美交流 中美文化交流 中美电影交流 我自己觉得这一次是我走的最深入的一层 我想对中国电影市场和中国电影人意味着 如果这次我们的成功 可能换取更年轻的人 后来 继续前进 不止目标全方位的发展乐视影业 业者还借着这个机会展示出集团第一款乐视手机 借此进军美国市场 推广一击在手乐无穷的播放模式 东森新闻 殷红文 孟子文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